人的一生活到老 選到老 選學校 選朋友 選工作 選三餐怎麼吃 大小事都要選 也可以選 唯獨爸媽 我們挑不得 要是有機會重新選擇 誰會付諸行動 關於未來 子晴和玉淳 與爸媽完全不同調 經常有衝突 沒關係 我就知道看你算怎樣 一 二 三 老鎖門 三 三你妹妹 對 放心 來到放飛的新家 他們慢慢享受自由的感覺 看前面 轉機 轉機 很緊張 我怕我自己會做錯 遇到不高興的事 就淋雨 只是拋開原有世界的壓力枷鎖 卻擺脫不了內心的羈絆 很好 差一點就中了 我也很想跟我 記得爸爸就是 再去跑一次步 再去聊天 去坐一下 有聽到嗎 那你可以幫我開門嗎 那我為什麼在哭 我現在不想說 現在不想說話 換爸媽的社會實驗 讓小孩短暫離開家去當別人的孩子 爸媽也能脫離跟孩子的緊張關係 希望有機會改善親子問題 他們能在換爸媽的實驗中 慢慢找回自己嗎 好 pong 很期待 就這樣 好 有 沒有 很czne 这一档单长的旅游新的运气 欢迎收看换个爸妈过几天 在换妈妈的过程中 有了新的视野 新的体验 会不会影响他们对未来录的画面呢 那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 要来邀请我的好伙伴 马大元 马医师 大家好 谢谢很开心 马医师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干涉你四个儿子的成长生涯规划 如果我做任何安排 有没有可能就变成亚苗助长了 我就不太敢做规划 但是我会带孩子去做体验 来 郁晨 郁晨呢 你觉得体验新的东西 对你的人生观有没有改变 多多少少是有 然后可能会触发未来不同的发展 是 方向 对 那紫棋呢 没有去想到 没有去想到 就把那些尝试过的事情当作一个兴趣吧 哦 就像你说你很想要带爸爸一起去重浪 你有带爸爸吗 没有 OK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现在可以了吗 我看你哭成这样 我真的很舍不得 好啦 没事 你想要抱我吗 你想要抱我吗 其实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就越来越想哭了 然后有时候还会出现我爸打我的画面 我妈妈的安慰就一直叫我爸比较大了 我妈的安慰就一直叫我爸比较大了 我爸比较大了 我妈妈似乎稳稳接住了郁纯的心 隔天一早虽然还带着种种的双眼 郁纯竟展现出另外一个模样 主动帮忙照顾弟弟 下厨做早餐 他破剪了 可以啦 没关系啦 可以啦 第一次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你知道我第一次煮蛋 我煮一半我就算了 毕业辣辣辣的 成功的很霸蛋应该 不会啊 我觉得这样就很成功了 是吗 对啊 可是他破了 你用球好高哦 他在煎蛋的过程 我可以发现他真的很害怕自己犯错 就是他会在每一件事情 里面 即使我们已经称赞他了 可是他一定会在你的赞美中 去找到一个否定他自己的理由 我就觉得酸酸的 回顾过去几天 郁纯做任何事 都像煎蛋的表现一样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也常常会有负面的自我批判 他们流那么快 我就突然觉得好自卑 我好烂哦 然后你今天去养鱼 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点自卑 他现在有点帮忙上来 别人都很会做事 以前我对杨阳也是 就是很凶啊 其实他已经被骂到 他很害怕自己 不能犯任何一个错误 你这样讲不对吗 你又会这样讲一道题 谢谢 阿姨 谢谢 你会喜欢这个吗 那个不错 你这个你可以搭这个 然后穿那个刚刚短板的T 对 我觉得女孩子要有自信 所以我才希望她可以去尝试 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也值得美美的 哈啰 你好 哈啰 这是舞女儿 对 我带她来一个 好 妹妹请坐 这里不要紧张 这里可以帮你的手变美美的 对 好 美甲倪 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之前有看到有人说 美甲其实比房子还要贵 ily面积来算 他也没有趣想过那个必要 那你想要什么颜色 博白 這是顏色色版 真的想要看這個 我喜歡 這個 這個 這個嗎 這個 好 我拿給你看 OK 來 看看 你再看一下 你想要拿兩個顏色 這個 這個 這兩個顏色嗎 我發現你對自己的喜好很明確 這樣很好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他很明確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可是又很矛盾 為什麼你在平時生活上 他卻是 就是又退縮了 你看他臉畫真的很可愛 做美甲的地方 總能讓人放鬆的土人生苦水 學生時期也愛畫畫的美甲師Sandy 分享自己曾因為家人的反對 而去當補習班老師 直到疫情前才轉職美甲師 Toto跟你說那時候 我剛從補習班離職的時候 我根本不敢跟我媽媽講 因為我媽媽應該會受不了 因為他就覺得 你好好老師不當你做什麼指甲子 他就覺得你做這個東西 你一定會餓死自己 應該說現在我才發現 我媽都一直是很愛我的 他就是怕我會遇到一些困難 所以他才會 用他的方式來跟我說 不要這麼做 現在 現在我比補習班開心 開心啊 真的很多事情 跟爸爸在一起 有了 感情不願 好 你現在做完這樣回去 你會想要跟媽媽一起去嗎 你會要求媽媽 你不用去想說 媽媽會不會跨出那一步 知道嗎 沒辦法 不會想跟媽媽 但是可能會自己 會自己 我覺得 真的很多事情 跟爸爸媽媽一起做 會比較 感覺不一樣 好 玉琳 你好 你幾天到這邊 第幾天了 第三天 第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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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習慣嗎 對 滿習慣的 這天晚上 讓泰坦特別來店關心玉琳在新家的生活 只是玉琳似乎不太想說話 不斷句點泰坦 因為天風好像 昨天好像情緒有一點點起來 是不是 好像有在哭的狀況 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太記得 不太記得 那你記得昨天的時間點嗎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個也不太記得 我自己也不想聽那個時候 就是很累 然後又很不想要去回鄉那段情緒 那最後想要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是你覺得 在這幾天裡面 你覺得比較不適應的 我不太喜歡 就是什麼都要特別提 如果是同樣的情況下 會怎麼去應付你原生講 其實想到他們會用什麼態度對我就覺得 有點沒興趣 所以不太喜歡 就是覺得 那我為什麼還要就是 再來別的家庭 然後感覺像跟原生家庭一樣的 就是把它擺在旁邊 然後自己去想像那個 不太可能會很愉快的場景 今天是我和爸媽的第三天 體驗到很多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覺得很新鮮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後媽一直提我原生家庭的事情 讓我覺得有點沮喪和壓力 所以我接下來會 試著去把自己的心情跟後媽 好好講一下 讓她能夠理解我 在剛剛玉淳真情流露的片段 現場的玉淳呢 就是覺得難為情啊 不敢看 不敢看 不想看 為什麼 非常尷尬 就是看到自己在那邊哭 然後聽到聲音就覺得很焦躁 有情緒的時候先把自己關起來 是不是 我覺得自己靜一靜一邊 跑來找你談話不好很多 那我們剛剛有聽到是說 過去曾經會有情緒可能到更高了 然後就動手了 他之前拿那個醬油瓶敲我後腦燒 然後那時候就有罵他說 那個時候幹嘛那樣 然後他說 我那個時候就是不禮貌啊 不禮貌就可以打麻 情緒真的是控制有問題 但是又覺得他自己沒有問題 真的是有夠獨裁 我們今天不討論是非對錯 我們就先討論感受 很糟糕 但是有在改進就好了 所以你是也有看到 有感覺到爸爸的改變 對 所以媽媽如果在現場或者得知 爸爸對孩子有提罰的話 我一般會去制止 你會很勇敢的這樣擋在中間 等一下 玉淳笑了 笑出來了 怎麼了 就是他說一般會去制止 但是他在現場他沒有來制止 而且他甚至不記得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你們沒有好好反省嗎 如果我覺得是很危險的事件 我一定會出面制止 我不會放任讓事情發生 所以你也很希望媽媽是可以站在你這邊 對你更多的保護 久而久之其實就沒有很期待 所以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那這個經其實就是固定的模式 其實都是為了求生存 像玉淳的爸爸說 您的父親會 就是我把事情做好 我扮演好你們心目中理想的角色 我就可以自保了 這個角色叫做超理智 超理智 對 所以這是一種 那但是我們又會copy到 比如說你copy到媽媽的模式 有一些些 就是會念 或者會曾經有動手 對 這個叫做指責 還有一種就叫做討好 就是說 那我委屈一點總行了吧 對不對 我辛苦一點總行了吧 好像玉淳的媽媽 稍微有這樣子的角色是不是 你要在中間去做協調 去拉攏兩邊 對 那最後兩種就是 一個是逃避 就是會躲得遠遠的 最常見就是我好忙喔 我在加班 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 叫做打岔 打岔就是講一些不相關的事情 比如說不要吵了啦 冰箱還有蛋糕 我拿出來給大家吃 所以好 來 狀況題 好 要做練習了 各位想一下 你們在家庭中 比較常扮演 剛剛講的這幾種角色中的 哪一種 我應該是指責 我嘴巴吵架的時候比較利 我覺得我以前是指責 現在應該還有指責 但是我覺得 應該也有在朝向逃避 對 就覺得 你要罵他 那你自己去跟他講句 好了 不要一直在找我了 剛剛子齊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 你在想什麼 沒有 我還想說我也是逃避 練習回到家 然後通常要面對課業 還有我爸 然後我就會 就先跟他說 我今天訓練超級累 我要去房間先休息一下 那玉淳呢 我應該是指責 指責 就是在心情很疲憊的當下 如果你要催促我 我會先用罵的 然後罵到你不要靠近我之後 我就去休息 你好棒喔 你對自己的洞察力非常非常好 是 很多獨處的時間 其實可能也讓你更加了解你自己 靜下心來 處理你的情緒的SOP 可能爸爸媽媽也都要稍微記住一下 因為他已經很明白很坦誠地跟你們說 我需要 我有這樣的需求 OK 有時候你就要讓自己跳出來一下 用一個比較外人的角度 去看你跟你爸吵架 我以爸爸的觀念來講 不要理爸爸 OK OK 你不要斷來動去 不要斷來動去 我斷就算了 以後也不會幫你斷了 我幫他踢 你怕姐姐 姐姐不會無緣無故凶你 好 好 走 什麼意思 謝謝 今天我這個朋友休息 就是炸的薯條 就是他們在這裡 右邊 這裡 這裡也是我的朋友 到這邊 我們要到了 要到了 這麼快 我的朋友在這邊 走吧 他們是在做手工造 超酷的手工造 還好 阿姨好 叫姐姐 你要叫她姐姐 阿比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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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的 來到讀欄的人生指導老師 對 久友 久友 等一下來體驗一下 你要嗎 都可以 就手工造 可以 回鄉創業 同樣面臨到小孩兼顧 興趣與課業的狀況題 我有一個青春期的小孩 我兒子 他很喜歡音樂 晚上他就是會十點才回家 因為他下課完 就衝到音樂教室 開始練 那 可是後來他慢慢去找一個平衡 他中間也有碰到就是 在學業上 好像有點會跟不上的時候 台群平課一個平衡 這個是其實有難度 散鼓的話我爸就是要求 就是比較高嘛 然後就造成很大的壓力 能不能平衡這件事情 第一個你要問你自己 有沒有可能做到 其實到最後人很不開心 很不快樂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失衡了 很懶惰都不做 或是很認真很認真的做到極致 我覺得都是失衡 像這麼開明的家庭 也曾有過親子衝突 過來人阿V覺得轉念很重要 因為你現在這個階段就是 就是看一件事情就會很大 有時候你就用一個 比較外人的角度 去看你跟你爸吵架 然後就說原來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可是你就三天不講話 好 那個 我以爸爸的觀念來講 不要理爸爸 你知道嗎 真的爸爸不重要 在我的家庭裡面 這樣了解 沒有 我們的家庭就是歡樂 那歡樂最主要在那裡 你知道嗎 他開心我們就開心 OK 手工在我比較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追給老師 他真的很好笑 然後我們的兒子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樂趣 我家的兒子 我會跟他像兄弟一樣 然後有時候他喜歡三太子 什麼我就會帶他去搞陣頭 對 一樣啊我會跟他一起去玩 紫棋在歡笑聲中完成了手工造 在旁邊觀察紫棋的阿V 希望他回家後能做點改變 你要試著調整一下 跟爸爸的那種相處的關係 不是用那種生氣 好 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情嗎 就是你回去的時候那個 你要抱你爸一下 試試看 試試看 擁抱他一下 好 有喔 拍照給我們看 那你可以跟你爸這樣 回去一定要擁抱一下 不要再參考 可能遊戲真的不太適合 像 炒玩家溝通 這可能 可能跟我個性是完全不合的 因為 我這個男人跟我爸吵架 我會毒氣 不跟他說話 就是 我喜歡整個自然好 要繼續嗎 你看X-Y加3等於0 所以X-Y等於多少 不到 來 你看好 其實我們的用意其實只是說 我跟你一起算 我覺得多少的陪伴很重要 你不要只是說你功課寫完了沒 我們也是當過學生嘛 你又不知道我功課有多難 你就這樣罵我 故事加1等於多少 對嗎 對嗎 好 對於大人主動陪讀 紫棋易如在台中加班 安靜配合著 只是臉上溫和多了 我這個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說實話就是讀書想自己讀 就是有人在旁邊看著你 其實是一種壓力 我心裡會這樣想 他會不會笑我 這麼簡單你也不會 對吧 我自己就會開始小劇場 大哥 杳妮的不用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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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我這樣叫杳妮的 杳妮的不用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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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了 趕快 鼓勵孩子多方嘗試的 哄媽總是帶著孩子到處體驗 這天安排了兩天一夜的 台南高雄學習之旅 卻遇上颱風來攪局 我們要趁颱風來之前 我們要趕快到那裡 現在還在下雨嗎 沒有啊 風雨還沒進來 對啊 因為我們晚上的行李都還會整理 然後二哥他都會很慢 所以你是姊姊 你要拼我 好不好 姊姊 怎麼了 沒事 你不要放在那裡 不要放在那裡 大眼睛在宵夜裡 你不要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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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生氣了 其實我滿困擾的 因為要用罵的也不是 然後好好跟他說 他又聽不懂 小朋友對來說 不是一個滿好的體驗 我幫妳就算囉 以後也不會幫妳幫了 妳怎麼了 妳跟姊姊講 姊姊很愛妳耶 因為要幫妳 然後妳一直這樣子 姊姊會難過耶 是不是 你怕姊姊 姊姊不會無緣無故選妳 其實心裡是有點受傷 因為爸爸很害怕我 那我要怎麼跟你溝通 其實 但是那個時候就 整個心都累了 妳的東西都裝好了嗎 我看一下 裝好了 為了趕在大風大雨之前出門 哄媽在心急之下 失去耐心 完全沒意識到秉靜的自動自發 妳去叫她 媽 妳呢 我走 妳去找 所以每一個人 都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然後都不用互相幫忙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那裡拖 然後到晚上我們再出門好了 好不好 就 我不太喜歡人家 就是一直講 就是 可能一直叫我去做某些事情 因為 我覺得 我已經做好了 然後 就會不太開心 好 哥 蔡秉靜 東西很多 手機給我 蔡秉靜 我實在很不想要摸搜妳的手機 妳從起從到現在 然後都一直就這樣子 你的腳 你的腳 不要伸到弟弟頭上 烘媽特別開了兩個小時的車到台南 帶玉淳來向唐姐小貓取經 從小學畫的小貓畢業後轉向鐵雕創作 現在接手經營家中的鐵工廠 把創作融合在生活當中 她家裡養魚 我想說她這次來 我就送了她一條魚 這是我女兒 你看 叫佑貞 新朋友 新同學 她叫玉淳 她新很像小貓咪 很小聲 我們要上課了 她要國一生國二 跟我一樣 兩位同齡的女孩 一樣喜歡少女漫畫 一拍即合 我可以看泥花的 好 我難看得好像不多 好 很可愛 謝謝 你有上課嗎 沒有 我都沒有在上課 因為太麻煩 然後加上我都是寫功課 寫到一半才畫過 對 倒了 真的假的 我手超抖 完全 我就畫過一次 我就放棄 而且那個圖層 我真的可以用 一個是家中老大 一個是家中老妖 老妖 老妖去了別人家 要當姐姐了 煩不煩 很煩 很累 很累 都不聽你講話 對 不知道怎麼跟那些小朋友溝通 那怎麼辦呢 很想要放棄 感覺不能用罵的 但是又很想罵人 你有沒有聯想到 平常比較多的時候 是你在門裡面 然後爸爸在門外 那個感覺 你有想過這件事嗎 好像沒有 我察覺到的是 你的爸爸媽媽是 屬於不會放棄的 所以你覺得不放棄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我現在都會放棄 因為我釋出善意 都得不到你的善意的回應 就算了 所以我們還是 我覺得我該做的關心都做到了 當你被拒之在門外的時候 從照顧好自己開始 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OK 還是會覺得會傷心 爸爸進步了 爸爸進步了 爸爸第一個就講出來 自己的感受 太好了 反正我會一直試 他看他的情緒是怎樣 剛剛有一個任務 是要抱爸爸 也是你在出發的時候 爸爸跟我們觀眾朋友講 說希望他回來 可以抱我一下 對 你想抱爸爸嗎 那個時候是想 就是我在突然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說 就是可以看到時候 爸爸的好處 是 然後那是一到家 就發現說 那個壓力又回來了 回到很有感覺的時刻 爸爸 媽媽 這個角色背後 給你的感覺跟力量是什麼 媽媽的話 可能是給我一個 安全感 就是 就是其實我在出去比賽 或是 遇到什麼困難 他都會第一時間 就是 傳訊息 或是打電話 先來跟我講 OK 那媽媽 媽媽 就是氣氛比較緊繃的時候 給我一點 就逗我開心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這樣子的爸爸媽媽 值得 孩子一個擁抱嗎 對 應該 應該值得 對 爸爸你先不要動 我先反對 只要一隻 只要一隻引導他 讓他自由 來 來 好有距離喔 不會啦 其實 習覺得 對啊 媽媽是可以 可以 可以給媽媽公主抱的 可以 好 跟媽媽肢體稍微柔軟 滿明顯 還有很多 增長的空間 是 反正你們回去很多機會練習 嗯 那要有信心一點 我們要耍帥 耍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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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好 做事情 就是 一直做好重複的事情 一直做 手會耍 心也會累 對 這邊呢 都是一些藝術家的創作 就是他們只用漂流木 然後去做 然後 哈啰 雅哥 牠叫雅哥 雅哥 牠叫紫棋 這天傍晚 哄媽的拓展計劃再一波 他情商好友幫忙 想給紫棋一份跨領域體驗的驚喜 我們就玩吧 讓你體驗一下 好啊 那你有什麼 學過什麼樂器嗎 沒有 都沒有 那對什麼樂器有興趣嗎 都感到有興趣 真的喔 好 張琦 我打簡單了就好 好 所以就帶牠接觸 跟運動不一樣的領域的東西 就可能會培養成變成一個興趣 有的時候通常是要一個機會 沒有機會給牠碰到 牠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 對 要有信心一點 我們要耍帥 耍帥 對 沒關係 你還算是有在節奏上的 沒有 我有節奏細胞 唉唷 我有節奏細胞 沒有人在自己搶的 去你打鼓那個時候 我真的說實話蠻緊張的 那時候就是怕自己失誤 掉鼓棒 打錯牌子 就有點 可能是一點因素 紫綺來了 都來了好幾天了 是聽說牠狀況還不錯 但是有一些 可能需要突破的點 所以我現在要來突襲牠 聽到鼓聲了 我以前可是鼓手 沒有 不錯 好嗎 你好嗎 你好 你好 不錯 捷測感很好 她很差她 她還好嗎 還可以… 真的嗎 你有沒有試試看 有試試看 有試試看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現在是不是加個過門 你可以示範過門 你等一下看 不行喔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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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打 可以嗎 OK 不怕… 不怕吧 你看我都… 我現在一些老師 真的不好意思 你給我幾張 你怎麼好緊張 這個很恐怖耶 OK… 試試看 試試看… 我繼續啊… 我覺得一開始牠會怕 牠會很怕下那個牌子 所以牠打得都很輕 可是你後面發現牠會是 開始有力 牠的聲音是越來越清楚的 那就代表牠其實是有興趣的 不會 這個不會的 這是好嗎 這個不會的 你會想要回家之後 牠就… 希望有那個詞音可以叫我學過 牠中那樣子的行程 跟在這邊這樣子 你比較習慣 這裡比較好嗎 一臉不想玩這樣 這裡聊一臉比較放鬆 你有敢不敢回去跟爸爸說 爸爸我們來調整一下 剛才講話就會醜 牠真的很可怕 牠真的很可怕 好恐怖的事 對啊 其實牠生氣就是 臭臉我就會很緊張 就完蛋了 牠會不會牙怪 說掉了奇怪 掉了奇怪 這樣子 來坐下 這樣子 然後開始練我 你在我們家房的時候 你都沒有講那麼多 因為爸爸在是不是 不敢講 很難開口吧 很難開口吧 這碗子齊唱所欲言 而且笑得很開 那是擺脫訓練和課業後 嘗試各種新事物的快樂 在台中就是 都是做重複的事情 讀書 讀書 讀書讀書讀書 那你會不會根本 不知道自己 其實有其他的興趣 對啊 所以你要問我興趣 其實我不太知道 台拳算興趣嗎 台拳是 如果 順風的話 就是我喜歡 我順風就是 就是我的專長 了解 順風就是我的興趣 不順就是 低潮的話 就是我的專長 有點像工作的感覺 是不是 哇這樣聽起來 有點心疼 會 但一開始我相信 一定是喜歡 才會接觸 對 一開始是喜歡 對 有成就感 沒有成績 只要我感覺到 就不想練了 現在這輸得蠻慘的 真的 到第一場下課 我不太喜歡 輸的感覺 變成專長很可怕 變成專長就不會 愛他了 你幫我分擔 OK OK 分擔我的 幫我輸國王 OK 我們來了 然後等一下我教你怎麼做 OK 對 你要試試看嗎 OK 你要小心喔 OK 紙箱會割輪 因為它這個紙箱 邊邊會割輪 此時適逢世家產季 紅媽帶著紫棋 一起來打工 不過紫棋很快 在一遍遍重複的動作中 失去了嘗鮮樂趣 你看 你在下面沒有用嗎 你在下面沒有用嗎 怎麼樣 躺在上 就是 一直做床複的事情 一直做 手會甩 心也會累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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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臨時工 臨時工 你要坐下嗎 要我來幫忙的 那你看 紅媽這麼斜槓的人生 你有什麼感覺 很羨慕 對她說我會想這樣子 就是什麼 什麼都可以嘗試一些 天馬行空的想像 你又想要做什麼工作 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 對 或是那種蛙人有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法官 這兩個職業 我們都必須怎麼樣 都要努力 在什麼地方努力 紅媽的提問 紫棋笑而不回 因為她不想面對答案 其實我這個人的現實 就是我只想要成功 不想要過程 就是我只想要拿到那個第一名 卻不想要練習 我想要反駁一句話 就是 人因夢想而偉大 我覺得錯 怎麼樣 為什麼錯 因為我覺得 人因實踐夢想而偉大 她實踐夢想很辛苦 你看她實踐她的夢想 也很辛苦 怎麼辦呢 怎麼面對 面對很苦的事情嗎 先學習接受這件事情 對 我們其實今天一直在聊 就是 你們的那種 那種苦的事 她就 看我們幾點來 紫棋在都蘭的第五天 開始表露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了 但是 紅媽有提醒一句 就是 人因實踐夢想而偉大 而不是只是做夢 就 不要 不要做白日夢吧 要腳踏實地去實現 但其實不要說紫棋 我小時候呢 媽媽也安排上鋼琴課 然後也有曲棍球 然後還有畫畫 但是呢 鋼琴跟曲棍球 就是很多基本功的地方 我就是拒絕練功 我很討厭練功 長大後其實我很後悔 說真的 就是我很希望我那時候 鋼琴學得好 在現在我寫歌的時候 就會比較快 在那時候 你在都蘭的那段期間 其實是 他的低潮期是不是 對 那時候比賽不順遂 會卡關然後會比較 不想練 是 就可能會比較低潮 就面對挫折的時候 怎麼鼓勵他呢 怎麼鼓勵孩子 心裡很焦躁耶我 但是我覺得 要付出更多陪伴的時間 然後想方設法 所以我會 求助教練會更多一點 可能 我 靠我自己的力量真的不夠 但你也知道他那時候 比較脆弱很低潮 有沒有想著要多給一些 關愛或統領 會 對 但都是吵完之後 哇 還要先吵架 才能給統領跟關愛 這有點 有一點循環 你現在可以跟爸爸 去討這個東西 你會希望他那時候 怎麼對你 我是會希望可能 他先 不要盯那麼緊 先小放一點點 然後 可以鼓勵我 因為我其實 在跆拳這條路上 很多次 面臨低潮 對 然後又振作起來 所以 爸爸剛剛講的是對的耶 第一個就是 父母扮演一個支持的力量 是 那第二個就是 爸爸講的尋求資源 很多時候資源 不見得是父母本身 就像我孩子問我功課 我幾乎不太會去教他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 現在的科學 確實越來越難 是自己不會的問題 對 很怕自己突扯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 我還一開始教那個情緒 就是 秒變後媽有沒有 就如果你沒有辦法 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最好先不要碰孩子科學這一塊 好 那剛剛馬醫師說的這方式 爸爸 有 有任何感受嗎 退一點 我現在 完全放手 IMG 這學期我就都 不要特別的去管他的課業 有嗎 我還在努力 還是會唸他兩句 不錯耶 那子綺你現在就 就來讓爸爸媽媽放心 就爸爸越來越放手 你比較會實踐你的目標 還是 連跆拳都不管都不必喔 前陣子他就有放過 對 然後我其實我也沒有很認真在逼自己要去讀書 就放任自己 結果呢 有及格但是沒有到爸爸要的標準 你有發現你需要爸爸 需要 但是又不想要他管我 但是又需要他 你很難搞 你非常讓爸爸難做人 很難拿捏 很難拿捏的 很難拿捏的 他什麼過程 我覺得會讓很多父母羨慕啦 我覺得 很難拿捏啊 對不對 因為有個力量一直連在一起 對啊 有些要碰還碰不到 要念也念不到 要抱也抱不到 那是距離的美感 沒有 你們現在太近了 我們現在太近了 幹嘛跟年紀前有什麼問題啊 我不認識你啊 我不認識你 你沒救我 你沒救我 你真的沒救我 你的左腳可以踩這一塊 我沒有腳軟了 什麼東西 差兩步就對了 我沒有力氣了 你放手 我現在有點害怕 好 拉起來 很好 再來 再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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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衝一次浪 衝大浪 對啊 再衝一次 好啊 那死了 等一下我去那個 我們這邊拿國際衝浪賽 都在這裡 他們這個就是側跑 在這邊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高手 只是人生無常 來到衝浪聖地金尊 紅媽卻發現這天的大浪 不適合親手下水 自欺顯得不常無內 十一小時多了 但是可以提回來浪太大 不然等一下溺水 就沒了 我應該要亂跑 然後呢 你第一次來這邊 廢話 你要去哪裡 有螃蟹 真的啦 那裡啦 真的小螃蟹 真的小螃蟹 這個有點皮膚 你看 你看 還懂 我告訴你 這所有人都可以疊石頭的 你可以疊到四個嗎 可以啊 疊好啊 好來 然後再找四顆石頭 往上疊 只能往上疊 你們剛剛 一開始沒有說 我告訴你 當人家給你這個訊息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想 他等一下後面會不會再說什麼 這才是有趣的地方啊 我給你們一次機會 我給你們一次機會 那重新 重新 我的臉打掉了 喂 我都還沒拍照 沒有 我跟你講 人生呢 人生就會經過很多瘋瘋瘋的 白癡 他再把石頭建起來 好 要小心振作 要有一個出口了嗎 要小心振作 我就跟他說 我每一顆石頭 好像都是我的心事 所以我把那個石頭放下來 放下來 疊疊疊 我說你疊的就是你的風風雨雨 對 你看你怎麼疊 一顆 一顆 對 OK 想一件 你最想要丟掉的煩惱 那個東西不要在心裡面 你把那個東西丟給人來 對 丟掉了 就掉了 一百塊 夠了 一百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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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媽媽 這天晚上 大人要出門工作 照顧弟妹的責任落在子妻身上 我愛你 你愛吃西門嗎 西門走過來 然後就是為了吃西門 都要不要去前面 前面就一點點了 一點點逛 一點點了 那是想郭嗎 想郭是牛排 好 要吃西門 好 為什麼要吃西門 西門就不好吃 明明就很愛吃西門 一開始子妻勉強配合弟弟 沒多久 不滿的情緒卻一觸即發 幹嘛跟別人寄情 你有什麼問題 他跟別人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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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給他們五百塊 弟弟妹妹就解讀 是一個人要兩百塊 子妻她就傳訊息給我 那姐 剛剛阿康跟一個不認識的人 借了一百塊 然後後來我知道那是我表弟 我不認識你 我不認識你 你沒救我 你真的沒救我 就是哥哥的語氣有點不好 他的語氣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 沒有見識過 我就感覺他生氣的 這是生氣的這種語氣 我有去找 子妻的怒火 瞬間燒掉好哥哥的形象 讓他忍不住的是弟弟的隨性 還是失去了做哥哥的主導權 你會走的嗎 你會走的嗎 快一點 我在年輕的時候 當過那個 畫那個漫畫 年載 不過太難熬了 你會給他 什麼未來的建議 可能其他的人 就會一直跟他講說 你未到沒後 你是跟我說 對 對啊 但是你用這種語氣去 讓自己堅持小群套的 這種狀況 我曾經對畫畫這件事情 有點迷惘 然後再考慮 他能不能當飯吃 雖然那是我的理想 因為他已經覺得 沒有人站在他那一邊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都選擇 乾脆就不要嘗試 為了讓玉淳更相信自己 後媽覺得勇於嘗試 是最佳解方 首戰來到秉敬 學了幾個月的音樂教室 走 走 好了 你完蛋了 你要像踩蟑螂的感覺 太兇了 對 很好 然後 桌腳踩這個HIGH HAT OK 然後 可以嗎 腳沒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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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外邊 一樣 拉過來 腳尖墊起來 旅程的最後一堂課 是攀岩 鮮少運動的玉淳 顯得有點陌生又緊張 全神貫注地 跟著教練學習基本功 等一下我們會爬這裡 終點是這一顆 不要緊張 我們先看二哥做 好嗎 跟你的確保者講 開始攀登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 請攀登 你才能出發 腳踩上去 都可以踩 沒關係 來 左手往上 慢一點 慢一點 冷靜冷靜 放箱 放 對不起 沒事 聚高的玉淳 試著克服內心的恐懼 一步一步往上爬 底下的人也摒棄寧神 深呼吸 插兩步就到了 我沒有力氣了 你抱手 先放手休息 抱手 還好嗎 點頭搖頭 還好嗎 好 我現在有點害怕 還是你要下來休息一下 如果燈頂呢 真的又解鎖了一件自己 快走 快解釋 OK 你可以啦 你可以 好 桑姐姐加油 原來飯 好 那個集長 我就好像開啟什麼東西一樣 然後我就突然有動力要去 我就直接跟腳人說我要再上去一次 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加油 拚飯 好 姐姐加油 謝謝 姐姐加油 謝謝 好 踩上去 踩上去 對 用力站起來 出力 差一步而已 加油 手呼吸 你手好難 差一步而已 加油 你剛突破了你自己 對 上了 上去了 手抓就到了 手過去站起來 OK OK 可以慢慢下來了 恭喜 謝謝 可以啊 你說你可以 換你了 我知道 你是這樣爬下來了 你是掉下來了 很強耶 從一開始到我們家是一個 很封閉自己的小孩 可能長期被否定 他一直想要上來 但是旁邊的人會一直把他壓下去 所以他爬上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知道 怎麼讓自己往上爬了 覺得很感動啊 更有力氣去突破更多的難關 可是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剛剛看到兩位進行了很多新的體驗 那尤其是後面我們看到 那尤其是後面我們看到 玉淳呢 她突破了自我 不過我媽媽說 弟弟是自己爬下來的 你是被掉下來的 然後玉淳很明顯地感受到 不舒服 那個時候你們對話後面講什麼 她說叫我去爬爬幹 你覺得不服氣 哪有那麼簡單 人家是練了很久 那個後媽也說 弟弟一開始是比我還要更煎熬一點 對 但是她也克服啦 對 但我只是第一次而已 是啊 媽媽就要這樣講 所以 那她以後如果做到什麼 對她來說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我要批評她嗎 就一個比較就出來了 其實否定式教育是一種習慣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可以來學一下真誠的讚美 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你觀察到的事實 那第二個就是過程中的付出 那第三個是針對失敗時的一個努力 然後最後一點很特別 就是你針對一個你特別有印象的點 去問孩子怎麼做到的 他會進入一個很正向的情緒狀態 OK 我想看看 爸爸對於玉淳畫畫這件事情的嘉許 爸爸休息一下我給你力量 我來這邊 愛的擁抱 這邊 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加油 第一個是 給爸爸勇氣 他沒有經過補習就很喜歡畫畫 也畫得不錯 表示他在這方面有他的興趣跟才華 這個不簡單 第二個是過程中的付出 爸爸爸爸看到玉淳在學畫畫的過程中 你的付出 你的堅持 我都有感受到 口是心扉 好 再真誠一點點 看著玉淳 加油 再來第三個部分 遇到失敗 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你可以繼續的堅持 不斷的嘗試 因為這條路本來就不好走 真正靠畫畫 吃飯的 聽 你要想一下 你要飄出去嗎 確定要毀掉前面的稱讚 要飄出去 先休息 爸爸深呼吸 前面還可以吧 可以嗎 非常沒有被說服 對 最後一個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我小畢業校刊的時候 他有被選到底面的 校刊的封底 那我覺得是很不簡單 就是陳玉淳是怎麼做到的 那妳給玉淳力量 我給玉淳力量 對 妳想一下喔 妳想一下喔 那妳會怎麼回饋爸爸 妳記得上一支爸爸稱讚妳什麼時候 幼稚園嗎 爸爸只是不習慣說出口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啊 那我們不知道怎麼回應 其他人的嘉許的時候 我們可以回應兩個字 很真誠地看這段回應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我們那個子綺在都然的時候 也有情緒 生氣了 跟路人借錢 感到非常的難為情 爸爸媽媽對於子綺 為這件事情生氣 可以理解嗎 應該是不是在她掌控中吧 就是她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不用發生的 應該是 就是不用去跟別人借要錢 就是有解決方法的 對 是有方法 就不用用到這種方式 我看到他們更認識自己了 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經驗 對於未來找到自己真正的生涯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喔 是 所以馬醫師給兩位一個禮物 就是你們現在一定會很迷惘吧 包括我自己也是 在各位的年齡 我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會當醫生 所以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想像 劇本跟指南針的差異 劇本就是寫得死死的 指南針它是一個方向 它是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對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 或者是我願意投注熱情的 所以給你們兩位祝福 就是說手上握著指南針 然後把劇本丟到一邊 不要這麼硬方方地 規定自己的人生 爸爸媽媽也是一樣喔 其實我覺得我看到他們兩個手上 已經握好指南針了 他們的收穫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應該內心也蠻多的感受 我們換個爸媽過幾天 下周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囉 掰掰 我們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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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見囉